驱施最好的方法是生养 教你补皮生养 有效驱施毫不费力 体内施其重 但不知道如何驱施 或者用过很多驱施方法都无效的人 那你可要听好了 告诉你一句话 驱施最好的方法是生养 如果你明白了这个原理 就能有效驱施毫不费力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施为阴邪 他说白了就是一滩水 而能够跟阴邪相抗衡的就是阳气 想一下下个雨之后 是不是只要太阳升起来 地上的水很快就能被蒸发掉了 那有些没有被太阳照到的地方 是不是还会存在积水呢 那同样的道理 你要是想有效的驱施 自然就得先生阳 那这阳气到底该怎么生呢 首先就是生发脾阳 毕竟脾为生食之源 脾为的运化靠的就是脾阳来推动 所以要是脾阳不足 水势运化不急 就会导致体内湿气过重 这时候还会伴有乏力 食欲不振 手脚发凉 吃凉的容易拉肚子 大便不成形 以及胃完冷藤等情况 然后就是生发肾阳 因为肾为先天之本 肾阳是一身阳气的根本 要是肾阳生发起来 其余的阳气就会充足 而且脾肾之间相互影响 脾阳不足同样会导致肾阳不足 这时候你除了有脾胃的不适 还会伴随着一些腰酸 腰痛 尿皮 尿疾 液尿多 乏力 没精神等情况 总之想驱失就得生发阳气 这样才能有效驱失